今天試駕的新車就是新一代Honda Stairwagon 運能版本的Stairwagon配兩公升引擎 雙電動馬達新一代理尼子電池 輸出最大馬力184匹 風值扭力315牛噸米 透過ECVT 無段變出波箱驅動前輪 新的Stairwagon有甚麼不同呢 就由很傳統的流線型的MPV 變成一個鞋盒式MPV 就非常之雙型的 我個人就很喜歡這種Boxy的Style 我又覺得很有溝卡的味道 我很喜歡的Waka Waka水耳門 沒有了換了搖控器開門 而且這個搖控器可以開窄角度 很窄的停車場也不怕撞到尾門 好看吧 新一代的Honda Stairwagon 的駕駛感覺 我都覺得依然和第五代 都是保持到駕駛人的強烈風格 他又未知到是跑車的那種動感 但是那個鈦盆的轉向感覺 還有就是車身在轉彎目角 不會太多的body rolling 另外就是車廂的隔音方面 行車的時候 車雖然是很Boxy Style 好像一個鞋盒那樣四四方方 但是又不是在高速公路走 你又不會聽到很大的風噪 完全都是很合理的 輪胎的噪音 又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在公路走 又或者是在一些差的路面走 傳進來的車廂的噪音 都是抑制得在一個很合理的水平 前座的駕駛射空間 就很值得留意的就是兩條A柱 就是左右A柱 飄通了的中間 就令到駕駛視野更加清晰 如果喜歡動感一點 那這輛車能否給到你呢 其實我又覺得 這個Hybrid 的版本 2000cc 的引擎 加上這個 一起倒閉的電動 電動的 Hybrid 的效果 其實是不錯的 它有一個EV模式 就是一開車的時候 如果充夠了電 它就可以在EV模式行車 所以一起步那一下 它就很安靜 完全沒有引擎聲 但是如果 跌了電的量 它就會同一時間 都會有 它有引擎聲 那行車的舒適性方面 就 剛才做了少少的乘客 就覺得 車的避震的軟硬度 是屬於 中間偏遠 即是說它軟之中 它都不是太軟的 是中等的水平 那目的呢 就是可以做到就是 駕駛在山路上面 那個body roll 就不會大了 但是在平路的時候 或者走一些比較爛的路面 它依然有一定的吸震的力 所以呢 在做乘客的話 那個舒適性呢 也是 在中等以上 即是100分滿分 它都可以有70-80分 80分左右的評分 那都算是幾好的 整體來說 新一代的Stairwagen 豪華版會稍後才來 那現在這個版本 Sparta的版本 其實設備都幾齊的了 前後 前中後 都有冷氣的出風口 這個香港人必備 鞋盒式的四四方方的設計 所以它的車上空間 頭頂空間 它都做得很好的 三排座位的空間 都是爭取得做到很貼心的 中間那一批的 Ottoman seat 其實才是一個焦點 這個焦點就是 這個Ottoman seat 可以前後後 左右左右這樣移動的 兩張可以拍一些 又可以分開一些 如果要有朋友坐後排第三排 門口椅子可以躺進一點 靠前一點 出入也很容易 離地距也都是比較低的 上落這個出入後座 或者無論是進入這個車廂 上落的車的時候 都是很舒服很自然的 這個也是值得一讚的 香港人很關注的冷氣的車廂 Honda 當然不會令大家失望 除了前排有冷氣 中排也有 後排也有 還是封口的 接著呢 還有就是 這些USB的拆電的充電位 左手邊還有一個12V的 兩邊都有 中排椅子裡面 如果說是充電 中排椅子裡面 這裡的椅背都有一個 然後看一下 前排還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跟大家分享一下 前排呢 首先就是 這個新一代 就改了一個 直立式的螢幕 螢幕上面有所有 觸控器 包括你聽心機 或者是手機連接 你的Apple CarPlay 連接了之後 你就可以用到的功能 接著呢 那個波棍位 其實應該是這樣說 是沒有了波棍的 全部用按鍵 最頂呢 就是Parking P 如果進入後波 就拉一下 那就是後波 那同時的後波的鏡頭 就會出來了 幫助你 退後了 那要N neutral 如果要開車怎樣呢 就按這裡 那就可以開車了 那中排這張 Ottoman 6 大班旅呢 除了可以靠平 半膀之外呢 還有一個秘訣 可以做Super Mario 那個Go Kart 的形式 示範一下 秘訣呢 就是先把手抽 拉進去 這樣就可以 走到最後 又可以 前又可以 走出來 左邊又可以 走到右邊 和旁邊的搭配 又可以 就是這樣 有空 等人的時候 玩一下扭腰 哈哈 是不是很過癮呢 亦都有點像大頂 Super Mario 卡仔帽 跟著再去 寶貝一邊坐海車 唉 挺棒 還有 就是如果轉去 反過來 我進入第三排 那又怎樣呢 又是用這個按鈕 拉到最高 跟著 再推入一點 這個位置是否很闊 第三排很簡單 跟著 第三排的空間 將椅模擬 因為要做平地台的設計 將椅是比較薄的 但是 坐下去的感覺 都不可以說 辛苦的 它還可以靠到 都挺厚 一樣 如果是前面 可以讓我移前一點的話 一樣可以這樣坐 都不錯的 旁邊一樣 走過去 一樣 都是可以這樣的 這個空間這樣 是算不錯的 值得一會 的地方 下來 由於口大 還有就是地台 多了一個搭板 下來 很容易 上來 也是很容易 這個設計 亦都是方便了 就是上下車的時候 就算是小朋友也好 老人家也好 出入這輛車都比較輕鬆 來到郊外這麼清新的空氣 不僅是植物需要的 人都需要的 為何要開車人車 香港人這麼喜歡 就是一群人來到郊外 又可以露營 又可以一起玩 多麼開心 不僅是可以做保護車的 你看到這裏 大自然 湖光山色 這麼漂亮的地方 先放下盆植物 享受 多麼開心 沒有腳踢 因為沒有腳踢